老法师与讲习中说过 疾病根源有三种 有生理病 有冤业病 有业障病 弟子年未有人 从未学佛 一位是心脏疾病 一位是前列腺肥大 君曾送西医拯救 存活至今 但随时可能复乏 请问 此类疾病 属于三种病的哪一种 这一类的病 不是属于 晕业病 那么换一句话是 是生理上的病 如果是严重的话 就可能是属于业障病 现在生病 确实是很苦的一桩事情 为什么呢 不像从前 这个大夫 这个大夫都是闲人君子 都是由救世之心 发心来救人 现在不是的 现在很多学医的 你问他为什么学医 医生最好赚钱 那么换一句话是 一切都向前看 他只要钱 他就不顾病人的生命 不太重视 所以非常非常之苦 那么在中国呢 一些老中医还比较好一点 毕竟还有中国文化的根 那么也有年轻的 虽然要钱呢 他还是给人治病 所以这个 由病求医 要非常小心谨慎 真正遇到好的大夫 对于疾病 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疾病人的